姜濤的數據排名成績 今天是2023年5月29日 大家開不開心?興不興奮? 我故意在今天29日這個大日子 就是姜濤出第11首單曲Dummy的日子 簡直是可以稱得上望穿秋水 今天雖然是一個這麼開心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 大家一定很忙 就是忙碌於現在不斷不斷聽姜濤的11首單曲的Youtube 我昨天或者我今天的影片也說過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今天只做一件事 就是要不斷不斷聽姜濤在Youtube版MV的Dummy 務求在一個最短的時間內突破100萬 創造一個又一個的奇蹟 今天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你聽Youtube之前 記住記住 都是要聽高登仔的頻道 因為我這條頻道就會告訴大家 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姜濤更多的成績 可以給大家一個參考 今天這個數據報告成績 都是有關姜濤的 關於姜濤的什麼呢 就是關於姜濤的歌曲的點擊 這個數據成績就是這樣的 姜濤的數據成績就是 除了這十一首單曲之外 其實還有其他歌是值得我們繼續去追捧的 最近就出了很多歌 除了第十一首歌Dummy 我們還有其餘十二首歌飛去自己的單曲 這些歌曲全部都有名有姓 全部都是正式發行 正式發佈的歌 不是那些現場版的 這個最主要集中分析其餘的歌的數據 總共有十二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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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共有十二首歌的點擊率 大到二千二百五十五萬 平均每一天就十三萬人去聽 很厲害 這十二首單曲的排名是怎樣呢 讓我看看 頭五名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頭五名就是全部都是他近排出的歌 以及是電影的主題高度和單曲的 我們先看看 第一名 《沒有刺旁的天使》 4月28日上榜 現在剛剛上榜三十一天 他的聲幅都是有質無減的 當然他因為是最新的一首歌 麥當勞叔叔慈善之家的主題曲 他平均每一天是有44624人去聽 上息率達到10.1% 因為非常之厲害 總點擊率 《沒有刺旁的天使》 是達到138萬 超過130多萬 厲害 《沒有刺旁的天使》 當然是近排 除了第十一首單曲《DOMME》 我相信大家現在都在聽 不過在聽《DOMME》之外 都要聽聽高等仔的數據排名成績 就是給大家一個建議 《沒有刺旁的天使》 就是麥當勞叔叔慈善之家的一個主題曲 他也是劉德華一首舊歌 都是圖名 《背有刺旁的天使》 姜濤今次為了做麥當勞叔叔慈善之家 所以就翻唱這首劉德華的舊歌 而且重新繪製一個MV 就是由張蚊當導演 張蚊導演的實力不容置疑 也找他拍著姜濤翻唱這首《會有刺旁的天使》 而做成一個新MV 也相當有意義 這首MV其實是帶出了一個故事 帶出了一個故事 是說一些病患的兒童 心靈如何由一個玩具的修理員去處理 這個玩具修理員就是姜濤 姜濤除了拍了這套動人心儀的MV之外 他還替麥當勞叔叔之家的籌款起報禮 做主持的開幕 想當日記得 為著麥當勞叔叔之家籌款 在馬場做一個慈善起報禮 姜濤也有出色 當日有6000-7000人在馬場一齊 為慈善之家籌款 情況非常溫馨 大家都很開心 我不敢說100%都是為了姜濤而去的籌款起報禮 但我告訴你 基本上大部份的人 當日有去都是姜濤來的 他們都是為了姜濤 第二當然是慈善 為麥當勞叔叔之家籌款而來 當日的氣氛也相當好 姜濤也有表演 其實如果作為一個 麥當勞的慈善之家的慈善大使 我覺得姜濤真的做得非常之好 而姜濤這個大使 雖然現在麥當勞叔叔未公佈 但我相信 因為他今年做了這個大使 那個籌募經費方面 或者籌款壓 應該比以前更高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就經常說 一個人只要有善心善舉 他一定會得到大部份的人的支持 當然這個世界還有其他 的haters 那些haters 都是一直都會這樣做的 我們都沒有辦法 除了麥當勞叔叔慈善之家 我經常都說 麥當勞是其中一個 繼可樂之後 一個很支持姜濤的機構 為什麼呢 他除了麥當勞叔叔慈善之家的活動 其實麥當勞也有配合很多 配合了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去到麥當勞 都會有一個1比1的人形公仔 1比1的人形公仔 是說姜濤的宣傳 除了叫我們捐款給麥當勞叔慈善之家之外 還叫大家光顧麥當勞 Big Mac 我現在還有一個推廣 你只要光顧巨無百餐 和這個雞腿巨無百餐的話 他都會捐出1元給麥當勞叔慈善之家 當然有人問 那我不如直接捐款給麥當勞叔慈善之家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是沒問題 只不過是你如果透過巨無百餐 捐給麥當勞叔慈善之家 麥當勞叔慈善之家 或者雞腿無百餐 而捐給他 我想如果你光顧買餐 對麥當勞來說 他會開心一點 起碼會看到 原來也有這樣的東西 原來很多人都是為了姜濤而光顧的 所以大家就要繼續努力 所以聽完我這條片之後 下去光顧麥當勞吧 還要光顧麥當勞的巨無百餐 記住記住 除了麥當勞餐之外 也要點東西喝 記住大家 如果作為一個薑糖 我們要點什麼喝 當然點無糖可樂 這次的報告 《無糖可可樂》這首歌 就無可取代 雖然排第四位的增幅率 它達到1.8% 它現在已經突破了 以105萬的 已經超過了100萬 上升率也挺高 1.8% 雖然排第四位 平均每一天 聽這首歌的人 都達到13900多人次 你問我這個成績 其實也是相當之好 說真的一句 如果這個《無糖可可樂》繼續下去 我相信這首歌 在短時間之內 都會有一個很好的增幅 為什麼高登仔都覺得 《可可可樂》 真是一個很值得知其詞的機構 雖然有些《可可可樂》說 有些《可可可樂》說 《可可可樂》 《可可可樂》其實是沒有益的 《可可可樂》 當然 你吃什麼吃得過量 都是沒有益的 對不對 你試試吃鹽吃糖吃得過量 即是吸收一個人每一天 即是一個 超出所需的份量 那你當然不行 那你試試一天 一天堆很多可樂 堆十幾二十支可樂 看看是否又不行 那所以 基本上 那些《可可可可可樂》 根本是不成立的 老實說一句 那當然 都可以理可以不理 這些《可可可可樂》的留言 那 為什麼要支持這個《無糖可可可樂》呢 其他事情不要說 你就說 他之前公佈一個業績 那這是什麼業績呢 就是《可可樂》的亞太區業績 最新的業績上升了10% 姜濤做了這個代言人之後 當然是升幅有加 老實說 自從姜濤做了這個代言人 《可可樂》的銷量 升幅一定肯定是 為什麼呢 其實 《可可樂》自己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就說這首歌 《無可取代》 在姜濤這段時間 未有新歌出過那段時間 他這些歌真的扮演一些很重要的角色 無論《無糖可可樂》的《無可取代》 麥當勞叔叔的《沒有遲皇的天使》 翻唱張國榮的《經典金曲追》 這三首歌 都說在這段沒有新歌的時間 為姜濤繼續在我樂壇帶下一個動力 所以《可可樂》都是英記一功的 老實說 重要的 他不是翻唱別人的歌 《可可樂》這首《無可取代》 是故意為了《無糖可樂》這個產品 故意去做這首歌 全新的歌是被姜濤唱的 那這首歌 是不是真的超出了《可可樂》公司的範疇呢 我就說就是了 而且是疼到姜濤焦 是不是 你想想 真的不想說 你想想自己沒有公司的《可可樂》 出首新歌 都去了一整年 你不要說 你當初半年 處於一個混亂期 自從上次作品的說話之後 處於混亂期就算了 很多事情搞 出新歌都沒辦法 但是中溫這段期間 其實很多隊友都出了新歌 好了 這樣也算了 這樣也不要比較 你作為一個公司 你出首新歌都這麼懶 是不是 人家《可可樂》拍廣告 立刻作一首新歌給他 MV都拍不完 是不是 我的MV拍得不差 是拍得很全神 對於《可可樂》的Promotion 對於姜濤的黑色形象 對於《無糖可樂》的黑色、紅色的形象 全部都適合得非常之好 喂 那《可可樂》公司做得到 而這個 《Viu》搞這麼久 搞到今天才出得到 第十一首《Download Domi》呢 那你可不可以只用四個字 萬工出細貨還是五個字 真是用萬工出細貨 去解釋一切呢 我覺得不是 對不對 你講真 你萬工出細貨 其實現在這個時代 快工都可以出細貨 告訴你 可可樂對於一個例子 無論在歌曲、MV 和整個宣傳策略 都是又快又準 又到胖 那為什麼人家《可可樂》公司做得到呢 那你可以說 人家《可可樂》公司是國際大機構 對不對 他做什麼都行 那你又不要這樣說 那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那就是說 香港只有大公司可以做得好 小公司做得不好 小公司都有很多很優秀的人才 還有 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覺得MCAViu不是一間小公司 資源一定不少 起碼資源多過我高登仔 也不要用我來比較 我這個 我這個one man band MCAViu有很多人才 出首歌都這麼困難 其他那些歌手 其他那些MIRROR成員 出歌就出得這麼快 姜濤出歌就出得這麼慢 所以很令人費解 但不要緊 在這段時間 都有無堂可可樂的支持 都能夠幫姜濤出一首新歌 就是去指一下人 幫我們的姜濤 所以我也很感謝可可樂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他這段時間出入Promo 是相當精彩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第一 他為了姜濤做代言人 他特意出了一批姜濤卡 而這些姜濤卡 如果你說真的為了買可可樂而送 那當然 你說可可樂是真的為了自己的生意 去做這些事情 當然 你不要說他 對呀 那麼MIRROR自己也是為了自己的生意 做這麼多Promo 你以為真是疼姜濤 但如果在疼姜濤的層面 我覺得可可樂是疼姜濤多一點 老實說 你說姜濤是可可樂的親生兒子 真是有人相信 說真的一句 他出一個姜濤卡 叫大家去買這個無堂可可樂送 那時候真的搶購一空 那時候很多人真的為了拿姜濤卡 買到整個屋都是可樂的 包括高登仔 真的整個屋都是可樂 不是開玩笑 整個屋都是可樂 然後高登仔都喝了很多 但是都喝不完 我當然有其他方法去處理 因為可可可樂都有很多用途 甚至我出了一段影片去說可可樂 如果大家真的買得太多 那除了自己喝或者捐了它之外 其實可可可樂還有很多特別的用途 大家看回我的影片就行了 那麼 那麼 姜濤卡 大家去搶吧 一度搶到市面上 就是沒有無堂可可樂 這件事我也要多謝在香港的姜濤 他們在地真的很支持 一夫霸正 姜濤一度代言無堂可可樂 就立即搶下去買了 是吧 那麼 那這些真的 真的 我也要說一句 真的只有在香港的姜濤 可以做得到 那你說海外做不做得到呢 那海外就難些 難道他馬上坐飛機過來呢 那都不要緊 這個地域上的限制都沒有辦法了 但是不要緊 就算海外的姜濤 你們都不用擔心 那因為呢 我們在地的姜濤 是一定會繼續支持的 雖然我們知道你在外地有時候 真的處理不到一些事情 那所以不要緊 所以在這裡 所以呢 你支持我的頻道 就真是最重要了 因為除了我在這裡說 每一天的姜濤新聞和姜濤成績之外 我還用了你們一些 對於我的打賞 超級留言 超級感謝 我是用那些錢買回姜濤的東西 姜濤有什麼活動 我立即下去支持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海外的姜濤的話 你支持我的頻道呢 就是間接 是不是這樣 是直接支持姜濤 哈哈 OK 講到氣喊了 算了 不要那麼黑銷 總之你支持我 就是了 這個姜濤卡 不單是極具收藏價值 我自己都整個回答在這裡 如果你們海外的姜濤 是想有這些卡的話 我無人歡迎 我可以出賣郵費 我寄給你們也可以 對不對 你們DM我 在群組裡DM 就不要在Youtube留言 這樣 因為有時候Youtube 它會博得很厲害 有些買賣信息 它會博了 你只有讚美我的話 才不會博 還有我的Haters 不要流粗口 如果我的Haters 想流粗口 它都會博你的 這個系統 你在我Facebook的姜濤頻道 我們有個group 現在都很好 進展都 很多人加油 還有我會發放一些資訊 文字上的資訊 但如果你聽高等仔八聲 還有要用一個listening 就是聽的方式 就要看我這條頻道 這些姜濤卡 除了極具收藏價值 它每一個卡 都會有一個QR Code 這些QR Code 都會有機會拿到黑膠碟 和見面會 這個黑膠碟 大家不用說 很多人都已經得到 什麼高等仔都有 直接是因為這個黑膠碟 高等仔特意買了一個黑膠碟機 黑膠碟機 那不是很貴 一千元之內都可以 但當然也是一個負擔 不要緊的 為了姜濤也是要買 只要有大家支持我的頻道 我就會繼續用錢在姜濤的身上 沒有問題 接著就是見面會 要講這個見面會 當然也是大家 近這幾個月來 一個比較開心的活動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這個見面會 就是可可樂的一個 這個Promotion 他就藉著一些 姜濤卡的抽獎 抽了三十個幸運 而出來 就可以在這個新世紀廣場 就有一個功能 跟姜濤見面 對呀 他比這個MIRROR更早 這個見面會 最重要的是 在那個見面會 姜濤又搶了他的 無可取代 以及他的姜濤可以一起見面之後 還有一個 就是提早慶祝生日 這個提早慶祝生日就重要了 因為呢 這次的可可樂見面會 是很近這個姜濤生日 4月30號 那 大家姜濤 就當我一次是一個生日會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還未知道 姜濤會不會在正日出現 或者用什麼形式出現 是嗎 所以姜濤都在祝福每一個 可以見到姜濤的機會 和她面對面 慶祝生日 其實早前呢 也都在姜濤的2ZERO 發佈會 唱了一次生日歌給她聽 但是呢 你說真的要送生日蛋糕呢 就是 今年第一個生日蛋糕 是粉絲送給她呢 就是這個MIRROR 就是可可樂的見面會 有很多人就說 這次的見面會 其實可可樂公開活動的 為什麼你們姜濤又當是生日會呢 這個正正一個重點就是 可可樂真是一間很好的公司 她明知近了一個生日會 她沒有去拒絕姜濤為姜濤慶祝生日 還準備了一個蛋糕 雖然蛋糕上面呢 就有一支可可樂 但是呢 喂 大方啊 是不是呢 好大方啊 起碼她都沒有阻止我們 還有沒有覺得我們姜濤是抽水 整個過程可可樂 哎 還是很欣賞很支持 哎 你們就慶祝生日 一起唱生日打歌 切蛋糕 是不是 最緊要喝這個可可樂的 那 所以 你看到這間公司是大方的 所以抵她的業績是上升 她的大方呢 就說 可能 比於一些其他小 就是小器一些的公司 如果搞這樣的活動 哎 不行啊 我們這次是 是銷售我們的產品啊 你搞生日會 就是騎劫我們啊 不准交 那樣 哎 但是這個可可公司 就沒有這樣的事情 簡直是 哎 歡迎啊 搞吧 開心點搞吧 一起去 一起去這個 慶祝姜濤生日 我也知道快到生日會的 生日的 所以你們就一起慶祝吧 我沒有所謂 哎 大方 可可樂是大方 甚至到呢 去到之後 一些 東 西九文化音樂會呢 我們 自己 FC 搞了一個 每人拿支 可可可樂 那就進去 這個西九音樂會 支持 姜濤了 所以這一連串活動呢 你 除了可以體驗到 姜濤的 魅力所在呢 還可以看到可可樂公司的 大方 以及對於 姜濤的 魅力的掌握 以至到 一切宣傳的 計劃效果 都非常之 頭 簡直是 在這個廣告界 但是我自己覺得 今次的可可樂無堂 可可樂 這一連串的 公開 是完全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直接告訴你 一間宣傳一個產品 你找到一個光紅的明星去搞 直接是可以給到一個最佳的例子 去做到 怎樣去運用一個最紅的明星 去一個最佳的形象 去推廣自己最好的產品 這個應該寫入香港的PR的教科書 好 接著我們就看 還有來 剛剛第四位 其實第二位就是姜濤的追 我一次過說 追就是第二位升幅 升到6.36% 達到226萬 平均每日29,000多人聽 第三位就是風雨不改 剛剛有了第二個主題曲 就達到294萬 就是300萬 衝破 平均每日達到10,081人聽 上了一榜292日 這樣 這樣就相當之厲害 第四位就是無可取代 第五位就是今天只做一件事 就是季前賽的主題曲 不是 副曲 主題曲是無人不知的戰果 就是第七位 第六位就是痴漢之歌 看回這幾個升幅 都是姜濤的一個很好的見證 當姜濤還沒有新歌的時候 大家為了支持他都聽他的歌 在AI派歌的同時 當然派這些新歌 當然追就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歌 翻唱哥哥的經典金曲 當然中間就包括發生太多事情了 譬如被傳統的傳媒機構抹黑 不知是否因禍得福呢 就是因為這些宣傳 本來不留意這首歌的人 都存著一個八卦心態去留意 留意之後更加欣賞姜濤 作為姜濤 接著就是《風雨不改》和《愛惠家》這些歌 作為《阿媽有了第二歌》 現在還未踢完《阿媽有了第二歌》 這些歌其實就是幫到姜濤 去建立它在影視圈的地位 雖然今年金像獎 他就未能夠憑著《風雨不改》 剛剛有了第二個主題曲 拿到最佳原創電影的歌曲 但是《蒼室馬煙之飛福》 可能下次就有機會 今年不拿都沒所謂 今年情況都不容許姜濤拿 讓鄭秀文拿 鄭秀文 說真的 一個前輩先拿 姜濤還有很多時間可以拿 我自己覺得可以 姜濤就是下一次 不要緊 雖然我覺得姜濤應該拿 這個《阿媽有了第二歌》 是令姜濤在這些歌曲受歡迎的 其中一個原因 還有一個就是 季前賽 季前賽 《痴汗之歌》 《無人不知的戰果》 都是排第10位之內 都相當多人聽 當然我都經常說 都推出了多久 我說《無人不知的戰果》 都開了207天 都很多個月 推出了半年 但我們自己希望 如果季前賽 可以在香港重播 當然最好 因為當它重播 我們就多些人去認識 多些人去看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有很多人說 你看回APP 重播 有時候香港人這麼忙 又要開APP 又要選劇集出來播 又要在手機看 有些在電視機播 都可以 但問題上 最方便就是重播 有些定期在電視播放 讓人們記得這部電影 可能有些人沒看過《疆濤》 都能夠有機會接觸到《疆濤》 所以這些就是這樣 所以這十二首單曲 最初幾名的單曲成績 一些重點 我都跟大家分析過 講過 大家聽完這段影片 就繼續去聽《疆濤》 第十一段單曲 我們希望在短時間內 在Youtube的MV突破一百萬 突破一百萬就是很重要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疆濤》 繼續支持她的MV 讓大家可以看到更加的數據 雖然這次第十一首單曲 還未遲了出 但是我們憑著《疆濤》 人多細重 說話說 人多細重 這樣我們就給大家一點實力 給大家看 繼續聽完我的影片 去看《疆濤》的MV 上Youtube 好 今天的數據成績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支持 繼續留意我的頻道 家人會員頻道 如果覺得這段影片 合聽合看的 超級感謝 超級留言 資助高登仔 好 今天時間是這樣 明天見 拜拜